字幕志愿者 李宗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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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 新闻议题中心 PN 公民行动已经进入制造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路视讯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让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所隐藏的制度性文化 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们不是只有在看社会运动 感觉热热烙帽冲突的一面 而能够回到那个事件的本身 那个制度来进行了解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谈一个 其实我们大概在一两年前 就曾经跟大家谈过的话题 大家应该还记得 这个新乌大火 那造成这个消防人员的伤亡 那这个事件到目前仍然在持续 仍然在延烧 那问题似乎也都还没有解决 不过在关心新乌大火 这个消防员的权益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 的消防员的权益 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就是在高雄有一位消防员 虚国耀他其实是台湾第一个 被应该是被fine掉 或者是因为去争取消防员的劳动权益 而被免职的一个 我们的前消防员 那今天就要来访问他来谈谈 他为什么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以及他到底要争取什么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争取台湾的消防员的劳动权益 是否就因此而有的一些改善 那郭瑶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知道在几年前 你曾经办了一次这个有关消防员的这个权益的游行 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要去办这场游行呢 我们有三大的诉求 第一个主要就是合理的公使 因为消防人员就是平均的公使 因为公使是360到480 就是全台湾的消防员的月公使 那第二个是回归消防专业 那回归消防专业的部分主要是在讲说 我们消防员报山报水 那做了很多非我们消防专业救灾该做的事情 比方说抓猫抓狗捕风或者是这个卫民服务 或者是这个水源查查等等的 其实这些的工作上面本来都 水源查查是什么 就是去哪里有污染污水 不是水源查查是说我们有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个红色的那个消防栓 对那个是也是我们指定要我们去查 可是这个其实是自来水场的事情 他们要维护保养 这是在消防法规定的很清楚 可是最后还是说 在水场会说 这个都是你们消防人在用的 所以就变成是要沦为是我们去查查 那实际上是应该是他们去维护保养 我们只要知道哪里有消防酸 应该是这个问题就可以 那第三个是制定法制消防 那我们要求法制消防是因为到现在 就是84年开始消防署成立到现在 我们警消分家之后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消防人员的人事制度 到现在都还没有 那可是警察有 警察很早就有了 那大家会一直觉得说 我们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公务人员 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特殊的公务人员保障 那沦为最后有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也不是用一般的公务人员的法制保障 那跟警察的法制保障又有点落差 那可是行政单位就是我们消防局各地消防局或消防署 他对我们的严苛管控就会变成怎样 就是我们有两部法令 那我是双轨制 可是我们都拿严苛的那一部分来对付消防人员 而不是拿宽松的那一部分 有点类似我们之前访问过的台铁的员工 就好像他是一种双轨 可是事实上好处都其实都不在他们身上 对就会变成说沦为就是行政机关主政者 他想要去解释 他想要去怎么引用 因为反正我有两部法令可以用 那我可以用宽松的 我也可以用严的 那我只要都挑严的那一部分来用就好了 就会变成这样 那消防署成立到现在已经快20年 可是这部法令还制定不出来 这是我们觉得消防署有严重缺质 所以我们当时是因为基于这个种种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办的这个游戏 所以当时其实简单讲三个诉求 一个就是所谓的基本的劳动的工时 这个要明确 那不要去over不要过大 第一个就是业务范围要明确 就是回到消防的专业 第三个是在法令上面 他的所谓的管理或是在规范上面 他一定有一定的保障 但是他必须也要清楚 那当时大概有多少人去参与这一场游戏 然后整个社会或者是包括消防署 或者是其他官方的反应又是什么 当时我们初步估计应该是有300人 那实际上按战的人数 按参与的人数 我们是在脸书上面号召 有1万多人 当然我们知道是不可能有那么多 对 那事实上就是现场真的有趣的 是和眷属就是大概是300多人 那这个游行有一个蛮值得一提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他是带着面具上去的 因为在游行的前夕就是有很多长官就会开始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会去恐吓基层 或者是打压基层 或者类似有意无意的警告 让很多基层不敢去 那就变成说很多人他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眷属上去的 带小朋友上去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一个小趋势 毕竟这是第一次嘛 而且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恐慌的存在 那这次游行之后我们看到300多 其实在一场游行人数算起来是很少的 可是以消防员或是刚刚谈到这个种种可能存在的 可能存在的各式量打压的过程 这300人其实人数也不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展现出来之后 官方的反应是什么呢 官方的反应是 我们那一天最后我们还是递交了一个诊情书 那第一个就是现场举牌的警察 这个必须要回缩一点讲 就是说我们本来申请入权跟申请集会游行 其实都过了 后来高中市的公务局就不让我们过了 就变成说我们只能游行 可是游行到市政府的时候 我们就要马上解散 对 我们变成没有集会权 那当时我们在那边有请当时的辖区远警的分局长 去帮我们反应说我们有诊情书 希望有市府高层的人来接 可是后来消防局就是指派了一个法治 那个他应该是主任秘书 他就他要来接 那我们认为成绩不够 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那可是在这个 我们在那边等待的时候 警方大概不到20秒他就举一次牌 这是非常离谱的行为 这有时候是他们比较没有经验 或者是有时候他就是要压制 这很难说 我觉得当然压制的部分程度会是比较大 因为警察跟我们其实都是 就有点像是亲兄弟的 学长学弟的这样的关系 可是他对我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动作 那我们很明显也可以知道说 他后面应该有背后高层的 应该只是就是要强迫我们赶快离开 这样子 那这个影响就是 只看得到就是官方他想要赶快解决提出问题的 而没有想要整体的解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因为到现在这个游行的时间已经是五年了 那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改善 所以当下就是接了要来找一个人来接诚勤书 然后后来也没有任何人说 好啊你们的诉求我们要去研究研究 这种说法也都没有吗 其实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们就是很喜欢闹啊很喜欢吵什么 但是其实大家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可以不去上街头 尤其我们干嘛要上街头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是做了很多内部的一个 去跟高层的一个沟通 那一定是沟通都无效 甚至是沟通之后还会被打压 那我们才会去做出这么一个 就是大家觉得你公务人员就是过得爽爽的 然后你就领月份 那你何必还要再做这种事情 对那我们也会问啊 那我们何必还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大众他可能看不到背后的那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反映很多不合理的东西 那还是获得不到解决 我们才会逼得我们要上街头 不然大家都好好的 我当公务人员我也是想要安家立民 然后就是好好的养家活口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为什么还是要逼得我们上街头 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体也承受不了这个工作 带给我们的压力 精神上的压力 还有工作上实际上的这个过劳的问题 我想每个人都想要平平安安安稳稳的去过一辈子 然后其实能够爽爽过开心过 然后去过就好了 可是会走上街头或者是会去抗议 甚至因为这个抗议而让自己失去工作 我想觉得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的 可是你却是面临到这样一种情况嘛 就是你是因为办了这场游行之后 然后被开始被记过 然后最后是失去了这项工作嘛 所以当时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当时除了我的理由 我觉得可以就是 直接也说你办集会游行 违反什么什么样的法律 官方当然他不会这么笨去做这种事情 但他也是过了两年之后 才一次就是出清所有的 过了两年 对 101年半的游行 然后他是103年 对我做出开除的动作 那整个前后开除的时间不到40天 他开了两次考机会 然后一次考机会就是开了五个案 那这五个案 前后加起来就是十个案 十个案累积了42支的申戒 那公务人员他其实只要满18支 他就可以免职了 可是他记了40几支 几乎都是以一些 我简单讲就是说 莫须有的东西 他们看起来这里 这个申戒的这种项目 包括像媒体发言 检举长官贪污 担任协会监视 赴中国卫报备 考机会录音 然后与分队同仁一起 九点签退等等 这些就是一些理由 那这些你有做吗 或者这些是不能做的事吗 有些东西有做 但是这些东西有做 他并不是足以构成的 比方说我们检举长官贪污 这应该是技工啊 我们是鼓励人家 现在不是一直在讲这个 催哨人的这个法案 一直我们想要把它催生吗 那你为什么要去催生 这个催哨人法案 就是你也鼓励大众检举贪污 或是检举不法 那不然为什么我们检举贪污 如果真的有抓到 检举舞弊的话 我们还要发奖金 就是一个鼓励 这就是一个对的事情吗 但是即使说我检举 我的资料并没有很齐全 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是 濫权检举 你就是说我是误告你 那其实在官方这边的话 他们也有对我提出诉讼 就是说他觉得我就是濫告 可是后来检察官也不起诉了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要去把这个 这个他们所记的处分 把它取消掉 把它撤消掉 因为像这个案子他就是记了一只大锅 那我们到底要鼓励公务人员勇敢站出来 去不管是检举任何谁 只要是违法贪污或是不法的事情 我们就要检举 还是说我们所有只要提出检举 我们都要去针对这个检举的人来打压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个检举 你又如何期待社会说 每个人都会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那或甚至是说不要为自己 更不用期待为别人 或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 因为你多做的事情 你都会变成是你的错 然后像这个又凸显一个问题 为什么检举人会被知道 说他有检举的这些事情 这个也都是很大的问题存在 而且当时是在连政署检举 那这些资料为什么会传回到消防局 这些保密原则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对 但是你刚才有提到说 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这个包括他们也去 对你提起这个所谓的烂告 然后结果是不起诉 诬告然后不起诉 那在这为什么 这不起诉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到 你原来的工作岗位 你有去争取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管道 或是申诉的方式 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如果这些都是错误的 这种所谓的告诉的话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 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法治消防的部分 我们希望制定一套法令 来保护我们消防人员 那甚至扩大解决说 我们现在国家 就是台湾 感觉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感觉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度 但实际上 我们的公务人员 基本上没有劳动权 所谓的 我所谓的劳工的劳动权 就是说他们可能有机会结设 或者是罢工权 可是这些在我们公务人员是完全没有 那申诉的权利呢 没有办法回复你原来的职位 工作 如果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 记过的话 申诉权利这边就 其实它有一个更好笑的地方就是 公务人员它的规定就是 你申诉一定要先到考试院 因为我们国家是五权 那考试院它掌管所有公务人员的 这个考试申签及申诉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也去跟考试院做个申诉 那考试院的申诉还是没有 没有就是还我一个公道 那考试院它有一个很大的小事就是 它并不像法院可以让你公平的武器对等 就是我查不到所有处分我的资料 那我如果去做答辩 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那可是公务人员的法治 它规定就是考试院他们做出的决议 就等于是法院已经判决完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最后虽然还是有送法院 那法院它已经说这个考试院就是最后的救济机关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怎么样 对 所以它是我在法院会一路败诉 就是它连审都没审 它是程序上就直接拨 它又说这个是考试院 他们才是最后的仲裁机关 那我们基本上不能再送到法院去 所以我们从国陶纲的这些访谈当中 除了看到一些有关基本劳动权益的一些问题之外 就是刚刚特别谈到 他们在当时这个出来游行的诉求里面的第三点 整个法治化或是整个申诉体制 在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 其实非常明显的是有一些值得去检讨的地方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再来聊一聊 现在台湾的消防员的这些劳动条件 经过了徐国瑶的这个事件 经过了这个新屋大火事件 它真的获得了改善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您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元载报新闻 历经20年禅宋9次更审才获得无罪判决的徐自强 8月29日到高等法院请求刑事补偿 根据刑事补偿法的规定 遭到拘束人身自由的补偿金 每天以3000到5000元折算 徐自强受押5000多天 将以一日5000元申请最高的补偿 折算金额2814万元 徐自强的辩护律师团表示 案件中司法人员严重违法 从检警法医到审判法官都有行求捍卫被法理的情况 徐自强也说 狱中等待死刑执行的煎熬 即使是最高金额仍然难以弥补它的损失 台铁产业工会在春节时发起依法休假抗议过劳 事后有300多人面临继过惩处 工会因此提出不当劳动裁决 结果在8月29日出炉 经劳动部审查 只要在7天内通知拒绝排班或提出驾单的员工 都应该从宽处理 最后台铁将原先受惩处的331人 所减为201人 但台铁产业工会秘书萧农宇表示 即便惩处人数减少 休假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台铁在1月1日就已经知情 所以不应该有员工遭到寄过 目前也已经准备提出复审或裁决 未来更不排除采取行政诉讼 内政部在今年4月通过台南市西港外环道路工程的征收案 根据台南市政府公告 8月31日是最后的拆除期限 预计会拆除百年唐叶铁路 西港旗站和数百棵老树跟绿地 反西港外环道路工程自救会的成员 因此就发起了数据抗议 不让市府轻易动工 他们表示希望变更道路设计 保留当地的唐叶铁路跟绿地 让西港发展在地的文化 但是台南市政府强调 西港线只是整个唐铁系统的一小部分 要成为文化景观恐怕价值有限 而且当地有省道经过 必须开辟外环道路 改善省道造成的交通瓶颈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 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访问到的是 前消防员徐国瑶 徐国瑶因为在几年前办了一场 有关于消防员劳动权益的游行 结果被申戒了非常非常多次 甚至最后被免职 我们今天就来谈除了谈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外 我们要来回过头来去谈到消防员真实的一些处境 那接下来谈这个话题 我还是要跟这个所有的消防人员致歉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家这几年来进入了三次有蛇进来 那作为一个善良无助软弱的老百姓 面对蛇进来之后 当然第一个动作就是赶快 不是尖叫啦 赶快打电话给这个消防局打 马依依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有蛇会来救我 那结果他们就来了 那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不是你们的业务 那你们为什么要来 你们为什么那么好心 因为长官派隆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去 虽然这个不是我们的任务 那我们成立了一个消防员权益出境会 那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把这个业务推回去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约束就是我们的长官并不听我们把这一块推回去 因为可能对他们自己的位置可能会有一点一点争议在 就是所有的局处首长都是政务官 那政务官你要不要听市长的当然要 那可是如果市长他并不想要把这个推回去 你就算空有一些专业 你也没办法说大于这个政治力的压力 所以还是迫使我们基层消防员一直在做这些动作 所以这种捕风捉舌有原本的这个所谓的业务的单位吗 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些农业局或是动保处他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吗 其实以前他分散在很多局处 就是有些县市他是农委会农业局 农业局 对那在中央他是农委会 那像以前的高雄市他是在建设局 建设局 对但是不论是哪一局 但是总之有一个局处 他是专门在负责处理这些动物 猫啦狗啦蛇啦等等蜂窝等等这些东西 那像猫狗这些可能就是建设局 但是可能在蜂或是蛇这边 他还是分的那么细 比较归类在农业局这边 但是各线是部 那有些还可能是保育类的动物吗 对但是总归呢 他不是消防局的一个人物 因为消防局很简单 消防局他最主要跟其他局处旧的东西不一样 最主要就是他是救人 对我们的专者就是在救人 只要是人发生危难 不管他是发生怎样的危难 我们就是要去救 不管他是车祸或是疾病 或是意外等等的 我们都是要去处理 可是我们就是不会去处理到动物这一块 因为我们也 第一个法律没规定 第二个我们完全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在处理动物这一块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 实际上是有影响的 所以在法律上面或是在 相关的这种工作规范上面 他其实都是清清楚楚的记载 不是你们的范围 但是他其实是其他局处式的工作 可是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市政府 他就能够去协调嘛 对不对 我们只要把这个业务规建 把业务规管 他不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这有那么困难吗 而且这个其实已经炒了好多年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还是没有能力去解决 这让我觉得非常疑惑 我觉得在分配大饼这一块 还是一个可能是 政务首长他们主要的考量 这是我个人的觉得啦 就是说你消防人员 他是反正我本来就是要付你这些薪水 那你只是去多做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我现在回归给农业局 或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酵黄酸的这个部分查查 我回归给自来水厂 那我是不是要再编一笔预算 给他们去外包 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啦 对但是我变说 这些预算应该还有的不是吗 我要再多编一笔预算 让他们去外包 外聘人员来处理这一块 那我是不是我的这个预算额度 又要去增加 或是我要消耗其他预算额度 我来补你这一块 可是做这一块 要请主持人就注意一点 也就是说 他这一块他是完全没有一个效力在 就是他没有广告效益 就是市民看不到你做这些东西 就是说他看不到他的明显的政绩 明显他做的这个改革 可是其实对于各不同的单位的处势 他可以全责清楚 也可以让包括消防员 不需要再去做一些 可能不是他业务本身要做的事情 对可是可是这个对就是那我们简单来讲一点就是说消防队你有几张票 我需要为了你这几张票 然后我来花那么多钱来只是为了说让你消防队觉得说我这个市长对你们这里不错 会不会这样子 那可是我今天对你们不错之外 我把这些任务回归之后 这些其他单位会不会又觉得我这个市长不好 我不晓得这些局处首长会不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政上面他们的考量 但是对我来讲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消防员就是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一直战战兢兢兢兢业的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就是我们最近殉职率这么高 大家民众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消防队真的是很认真在做我们自己救灾救护的工作 那救护车其实很多人做过了 其实真的很多人他真的是使用过救护车 这个是最明显的感受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消防能源当你打了119之后 我们几乎只要在市区几乎三分钟五分钟就会到达现场 那这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已经把我们工作已经努力做到一个极致 可是我们还要分担一些多余的能力再去处理这些 所以导致着消防能源每个人都会很疲累 那批车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人员够 我们来多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也乐意 可是重点就是说现在是我们人员是完全不足的部分 我们不只人员不足而且是非常一个急剧的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就是非常明显的不足 我们连应付我们自己的正常的情务都会有问题的 那你还要再叫我们额外多做这么多的事情 实际上对消防能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你自己在当消防员的时候有去协助抓猫抓狗捕风捉舍吗 这个案例非常多 有抓过一些比较离谱的经验吗 有抓过很多非常就是民众报案他会有很多 你会觉得很匪夷琐事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之前在台北市服务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一个民众他说他们家有老鼠 请我们去抓 然后我们就会跟情务中心说 有老鼠怎么这个任务你也接 他说人家就打了你就去看看吧 你说那我们就我们还是一台消防车出去的 然后就四五个人去 然后浩浩荡荡的准备一大堆东西 上去之后我们就问那个务主说 你请问是你爸爸吗 他说是 他说听说你们家有老鼠 他请问老鼠在哪里 他说老鼠在窗户旁边 然后我们就去看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只 已经被他用窗户夾死的一只死老鼠 我说这个老鼠已经死了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他说因为他不敢把他抓下来 对 其实你们就动用了四个能力 对 然后一台车 对 而且是我们出勤我们一定都是会就是民风民气嘛 这样子 那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浪费紧力 在处理这种东西 而且说实在它也非我们业内的业务 当然从这个居民的角度来讲他自己要去处理 有时候真的太害怕 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其实太害怕也应该有一个专责的工作来去解决 假设需要的话去解决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除了这个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救火消防救人等等的工作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去做一些所谓的杂七杂八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曾经讨论过新屋大火这个事件 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当时会发生这个大火造成很多的这个消防人员的伤亡 其实是跟整个能力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些消防人员或者相关的单位 也都出来抗议也都出来沉浸 甚至也进行的一连串的这种所谓的抗争的行动 消防人员的劳动权有因此而受到改善吗 人员有因此而补足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这一块是我们心中一直遗憾的痛 因为到现在政府并没有提出一个正确的数据 那包含前卸任的一个消防署署长 他也一直没有对这件事情 每个每任署长或是内政部长都说 我们预计就是几年之间要补多少人 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年开出来的就是仅专员的缺 他光开缺比方说他开500人 那你说三年要补3000人 那你一年只开缺500人 那怎么可能会补得够 那我们别忘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补500人 可是有多少人退休 对这些退休的人员你都没有去算 而且现在的就是退休的法令一直在修改 那大家也会想要急着赶快去退 因为大家对政府从来不信赖改 你什么时候要改怎样的一个退休金的权益 我都不知道 你会改成怎样我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退休的人员也一直在 就是有日间就是越来越多的趋势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 可是我们没办法解决 却又一直加注了很多一些压力给消防员 一直在家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越做越累 以前我们做两天休一天 可能我们觉得还可以 是因为我们很单纯只要负责打货 我们很单纯只要负责我们休灾的勤务 可是后来开始越加越多之后 大家发觉这个工作其实上它并不是那么轻松 我两天在那边可能我休息的完整休息时间 可能48小时里面完整休息不到8小时 那我怎么有精神去做一般的行政工作 还要继续救灾救护 所以其实我们在半夜 我还是要呼吁民众就是说 大家还是要珍惜消防能源的这个资源 因为当你三星半夜 你真的有需要你叫救护车的时候 可是这个消防能源 你要注意就是说 它开车的时候 它的精神是非常不济的 因为它可能前面不晓得上了几天的班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对消防能源来讲它是风险 可是对民众来讲 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邦尼开车 他不晓得几天没睡觉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说 最近这几年台湾的抗议行动当中 公共服务业 不管它是一种政府的单位 或是私人的事业 这种公共服务业出来上街的越来越多 而这个公共服务业 它不是只有在争取自己的权益 它争取的是一个普遍大众的安全的权益 这是我们要必须一起去支持的 刚刚也提到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后来有提及的事件 那也最主要是来自于有关于到底消防人员 它的公务的权益到底是什么 它是不是具有相关的这个劳动的权益 现在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什么 有结果了吗 或者是它的后来进度是怎么样 这事件说实在我们还是 我们蛮期待 但是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结果 但是大法官他很明显的 他可能也知道公使案的这个重要性 或者是公共人员特别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性 他到现在就是我们在103年的时候 就提了这个公使案的事件 可是他到现在现在是106 他还是没有把这个案子驳回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受理没受理 但是他没有把它驳回 就代表可能在大法官内部 他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我们要不要因为他只是公务人员 我们要无限上纲他的公使 只因为国家需要 那这样子以后会造成一个 就是如果他把我们的案子驳回之后 那以后像我们这种单位 就24小时服务单位 警察、消防、交通、医护 那他可能都可以要求你24小时上班 甚至36小时上班 为什么 因为国家需要 那可是相关的配套措施 后面的这个权益的补进 补修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 现在是没有 也就是你们希望透过视线 去重新解释所谓 我们一般认为所特别的权利 公务人员特别的权利 义务关系 对而且公使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公使一天 大概工作就是8小时 可是我们消防能员 我们一天上班24 那其他有些县市他们是上48小时 才会让你修24小时 那这样子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我加班的时数大于我的基本工时 我加班16小时 可是我基本工时是8小时 哪有人加班的时数大于你基本工时 这是非常明显的部分 而且一般人谁可以21小时上班 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消防能员在消防队里面 你也可以就寝 你也可以睡觉 你也可以做一些 就是没有打我 不过那个还是在身心状态上面 还是一个stand by 非常紧张的状态 但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 其实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也非常的辛苦 甚至失去的工作 你后悔吗 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 就是改天会有人做 那我也一直相信就是 最后这些老天爷 就是或者是司法 他还是会还我一个公道 因为对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人去做 只是说是谁去做 那可是我们也不能很自私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是别人去做 那我们自己不做 我们只是等待那个结果 我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不想要做令我后悔的事 我甚至觉得就是 我今天不去做这个事情 我以后可能才是真的会后悔 因为我等于是在打压我自己 我想这个事情 它绝对不会是你个人的事情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说 任何的公共服务 其实都是一个全民的事情 在这个公共服务业里面的 任何一个人 甚至在私人企业 任何一个人 他所发生的事情 也都跟全民有关 那我想我们必须要 一起来去支持 一起来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非常谢谢郭瑶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